老闆看看皮皮箱 好你看看 呦今天怎么行的 哎这个可以装上 多少钱 320好嘞 龙虾卖给我 我给你原下的食物费 没有人 马上撤离 市场关闭 有没有 看你呢 哎哎听不见我说话是吗 关闭哎老闆 告诉我你们两个 还不快滚 还没到避世的时间 心里什么让我离开 美女 知道江爷了 新男王 江几红 呦呦 江爷十年前就是在这个 海鲜市场发的家 虽然现在离开了 但是时长还是会回来 缅怀一下当年的争荣岁月 你二位在这儿 我怕会脏了他老人家的眼 他的眼 不用 什么意思 因为江几红的眼睛 已经下了 哈哈哈哈 好小子 直呼江爷大名在前 羞辱江爷在后 你小子活腻歪了 就算他江几红站在这里 我当面羞辱他又是 这脚的连棺材都买好了 给我打 三分钟 什么 江几红 三分钟以内赶到 先是否则江家收到 神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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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下背变大天师 三分钟以内赶到先是否则江家收到 神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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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你 什么 那个 离鱼 我许你坐镇西南三省造风百姓 这就是你给我交代 属下该死 死到不必 再有夏季 将家生到 这也出面 是 老板 下给我 先生 将解红的收刀债 回先生 西南王 你告知您妻子 明天晚上将在海上皇宫 举行新闻发布会 郑龙城的合同会在 各大世家和记者的鉴定下签订 下至五百 有了这份合同 楚家将在西南三省彻底站稳 迈入顶级家族序列 而楚小姐也将成为 海上的一颗明珠 受万人追捧 五年前我这言下午 深受重伤 幸得欣然所作 魏方龙迈在遭中之后 只得以普通龙的身份 继续相聚 这次上山全域归来 是时候该表白身 还有 南省守护方兴九 运线上九方龙尊 请您赞言收招战 嗯 让让他一并送给我的妻子 啊老婆 我正在菜市场给你买你最安全 不管你在哪儿 十分钟内赶回来 咱俩的事情 也该有不了断了 在这儿 开车 送我回家 若初啊 你要找的男人出现 在哪儿 男手 云城 他的身份 可是不简单了 马上给我安排明天的专机 送我去云城 云城 可是明天您还参加跨国企业 高兴不用了 你也知道 我早就想见见父亲 给我安排的这个慰宫夫了 你姐呢 什么事赚着钱 哎 我姐没时间见你 赶紧把自己 什么意思 还不明白吗 签了这个协议 你跟我姐的婚姻 到此为止 现在的我姐 你这样的废物根本都配不上 我不配 没错 这五年 我姐凭义己之力将储家带入冤奏 如今更是得将年期 独得镇龙城五百亿天假 等明天发布会过后 我姐将会更紧 成为眼下炙手可热的一颗明智 而你 只会趴在楚家身上 当一个贪得无度的寄生者 楚家还没有变成动物 我知道 我将这么着急个人 这是你的意思 我乃是你姐的意思 这重点 反正你姐叫什么 我姐没时间见 她现在正在跟方家大龙 在海上皇宫约会 没时间搭理你这个烂物 十下 你赶紧一千 你还能得到足够多的好处 恶 我让你净身出祸 五言昏明说散人子 总要给我一个 心上 天天叹 你想要什么交代 你终于守得出来 天生下 你真的要把我对你子女 什么一点感情都撕碎了 五年的付出 只换了你一点感情 洗衣做饭 打死我一生 这就是你五年来的付出 这不是什么 你嫁得让人可笑 当年爷爷关你有钱 零自治 说你日后定会住楚家 当初赢下电话 现在哪 他真的是大错特色 这五年来 我在你的身上没有看到一点 什么 爷爷他老人家慧眼神主 事到如今 你还是有死之命的我 牵了他 请你马上 从我的世界里消失 一切都是因为他 没错 正是在方大少的卧旋下 这能什么效果 才会落在我们楚家土上 你 我选江锦 没错 那五百亿是江锦衡偿还的舍刀债 你敢贪我公 和小方家的下 江爷贵为西南王 台里神后全是滔天 他老人家会欠你的舍刀债 笑话 叶春香 我知道离婚对你打枪很大 你如果对补偿五百亿 可以提 你不懂 钱从来不是我所用 野鸡不配金凤凤 实话告诉你 我姐会统一 我可不会 就这些补偿 你爱要 要不要就滚蛋 今天这回 必须离 你的意思是 我高汤了 当然 我姐谈的每一笔生意 都是数十上百亿 她是站在山顶上 看风景的人 而你也连坐在山下 当一个观众的资格都没有 你也是 你觉得 我 我不是一个世界 好 说得好 你我的确不是一个世界 只不过站在山顶上 是 楚家从濒临破产到绝起 除了 你 你咱会要问什么 楚家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都原来 是 是 楚家那么多的项目 都是我自己谈判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也太高看自己了 楚家当年濒临破产 如果不是我说当人的生产 那些大公司会和你倾向 我本想今晚告诉你我的事 现在看 你必须 我吃吃鸡 苏东 真龙当铁 你们自觉说 这个人会写一本钱 你真好 他说对了 面子是靠实力争取 打嘴炮 只能自取其 自取其辱的事 你可知道 方家也是我的舍头 胡说 五年前洗车行门口 你父亲舍刀一笔 就我后命格改运式正阴阳 天族上下愿做伍 有事为我所 方家 也在我的一念之间 姓杰笑 你还要说什么什么什么 你太有人是吗 一夜照目不见了 两斗三耳不闻雷 你们的影 也只有八人让 我不想跟你多费口子 你会写一千 这两千万你拿着 找我工作 叫他实力的生 贤对我们来说不成 我只拿走手 何必强撑面子 妹姐 你在这个世界上 更不难行的 这个就能让你飞行 哎 放手 他因为离婚是我刺激 你不要不能欣赏 你放心 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不会和他计较 可是再有下次 你怎么这么好看 蓝省首富花生酒 奏酒帮尊宝 攻破小姐 拿下五百米 成功 方大圣 你这是 姐夫 竟然用这样的方式送贴你 这也太麻烦了吧 爱了爱了 怎么搞的 我只是想跟楚新生玩玩 怎么连酒方尊宝都送来了 蓝省首富方兴酒 送酒方尊宝 酒龙青铜鼎一只 萧河月下追寒信 梅萍一箭 黄窗边 比著名一切 孟虎九天 一窗 清明上河图一副 翡翠白菜一箭 宣地运用 将天碑一对 蓝省五数大龚iform 砸饼一美 初小姐 旅诞唱完 请接收 酒方疯狂 渐渐绝室 这些家进来不像吴百一呀 方尚 这礼物太贵重了 我这刚离婚 还不想看新一段新款 姐 这可是方大少的一片珍惜 你可不能辜负了 闭嘴 方少 你还是请您收 金长 你就收下吧 我方哥要送出去的东西 要是会退回 岂不是让天下所有人 好吧 等之后 见了方首富 我会亲自言明 到时候请他老人再收回 九方尊宝 他不能收 这是方大少送给我给个屁 我姐凭什么不能收 九方尊宝 镇九州云龙脉流传绝 见见之杨之刚 你解命格属 根本无法承受 实话道 我知道 你肯定是因为嫉妒 这是方兴解析 格属技 你可能还不知道吧 方首富是方大少爷的故事 这也敢冒充 叶长孝 连我方家的东西都感冒 你想死吗 想死 是 打开你一听 答案自为 就是 方家带大天师献上卷方尊宝 恭贺楚小姐获得五百亿合同 大天师是谁 我 你就是一个废物才敢冒充大天师 我父亲 谢方风嘴玄学和众多大师 做 一定是他们算出了什么 刻意 严谨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一个废物还能有自己的物件 肯定是偷了我姐的视频 打开让大家看看 你没自己的物件 哟 哟 偷了女人的东西还这么硬气 你还算不行呢 整个楚家都入不了我的反应 更何况区区顺势 大言不惭 既然你问心无愧 为什么不敢让大家看看 好了 几个手势也不是几个鞋 上去拿去 不行 凶贵就是几贵 竟然把这几个菜刀当成包裹 菜刀 你可知江锦衡和方星几贵 这些刀若是流传出去的 那些达官贵 几破脑袋都想知道 你一伙大天师一伙蛇刀人 是不是连你都不知道 他用哪个借口骗子 既是蛇刀人 你也是大天师 能了吧你 你一个废物 如果真有真能 为何要入罪我楚 当一个贪得物也会 多说 明日镇龙城下午的新闻发布会 大自会解析 先生请上车 先生 您和楚小姐已经离婚 明天的发布会 要不要去下 不必 就当是和楚家做最后的通知 对了 通知将你 明天的新闻发布 绕见 是 还有 电梯 又要不咱们先去医院吧 你的身体肯定撑不下来啊 不行 这是楚家彻底绝起的筋 我绝不能缺席 发布会马上就开始了 我进去 姐 来了好多人呀 等够了今晚 咱们吵架真的要要命言下了 你看 那三位分别是 南省的周星龙 南省的王显汉 和贵省的张龙 他们可是西南三省的执政军 只手遮天的人 仅次于西南王 我知道 跟随西南王 与人前云派建议 立下货合战功 走 我带你 你能帮我引进 这种大人物 再怎么说 我父亲也是南省的首富 和执政军多有生意王 这点面子 他们还是会给你 我说过 今天的新闻发布 所有答案中间的罪行 你是不是为了报复我姐和你离婚 故意想在这个发布会上搞黄签约 谢丞相 这就是你来这里的努力 洗钱东西是我高风 两千万里先说 说个书 家没管 钱对我来说只是个书籍 多少都不走 是啊 这个 贪得无厌 我也不说 我不想再跟这样的人 有任何见证 如果能买来我的清净 这个钱 我愿意 钱对你来说真的 很重要 可让你在金钱和佛命之间选择一个 你昨日一夜多梦到寒 今天精神萎靡不振 体虚无力 对不对 你解决的病 是不是你改的 我已经提醒了 九方尊宝 你们楚家 独义人有能力压制 不说霸道 现在只是开始 再不把九方尊宝请走 楚家上下 有无宁日装神弄 来人 这个狗东西 当众宣扬迷信 骚扰他人 赶紧把他兴起来 快离开吧 再晚 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我离开 你问问江江 这场新闻发 还能看得下去 你竟然敢勾然挑衅西南王的鱼呢 我是该怕你勇气可嘉呢 还是该神秘之 谢神送你疯了 欣然让身份如此尊贵 你怎能知乎其名 谁在大声喧哗 你说了吗 郑统领 此子纠缠 武士集团 朱信然 还公然 侮辱西南王的声誉 我正准备 让人把他扔出去 原来是方公子 是是是 你是楚总 新人见过朱统领 爱可不敢 西南王有令 今晚谁敢骚扰楚总 让人务必其楚总 损出障碍 说吧 怎么死 我的生死 你还没资 有意思 加上我穿上王显汉 原也不够 真是有意思 如果他两个不够的话 那我们三大同龄一起 够 还差人 叶晨笑 你别胡闹 三位同龄 麾下 执政军百万精锐 战功无数 随便一些话 就能决定你的生死 你非要拿头去 撞东西吗 那是 安静 给他们道歉 只有他们的原谅 我说了 他没资 那要再加上我方家呢 你方家也 再 我 射刀手 方 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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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几 一言就能断 一族的生死 好生歹斗 断气双手 让你出去 无论黑白不分时 还想打破 我这哥 江老狗就是这么教你 放肆 西南王 你跪下 他老人家 磕头认罪 我敢为 你犯犯枪 他敢受过 是死的东西 敢惹西南王 乱起天国 看着他的骨头 有多硬 住手 一夜账目间开闪 你吗 可知他是谁 羞辱西南王 骚扰楚小企 大闹发布会 罪无可赦 你是要报他 罪无可赦的是方家 你的意思是 方家的生死 他家 没错 笑话 我方家五年内资产货佣千万亿 卫裂南省首富 家族更是蒸蒸日上 又得西南王看重 奉引言下 除了上面几位大人 谁能定我方家生死 难道就凭这个费 啊 可妈的可打我 一个将要换了生物 往哪儿就 学着笑 夫人过了没 哎小丑的样子 是那个人错 某年的福 在你处心人 我就是个可笑小丑 没错 好 那今晚我更要卖力的表演 才能让你这个活着 清函 是 看路今天晚上那里飞 有 放肆 放肆 扔军 给我拦住他 放肆 扔军 给我拦住他 呀 大佛师家头 河门河拜 居城河人 你 不会指 纵然你是武道宗师 也没有资格闹着发布会 西南王的威名 不是你能触碰的 我走 行路 大胆 在的中央位置 西南王呢 大胆坐下 今天 必死无疑 就算有武道宗师父 西南三属 也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你是个什么东西 给我滚下来 走 是不是 现在我已经坐下 说 你们想让我怎么死 发肆 这是在挑战西南王的权利吗 杰晨湘 你快下来 这个位置你坐不动 你是要惹下天上的麻烦 姐 你管他死活干啥 得罪了西南王 天涯海角 他也难逃一死 西南王 那你 那是当然 西南王掌管西南三省 手下保护亿万百姓 这样辣子 岂能跟他 西南王延迟法学 并为分死 在一面之间 请是用这种家伙 请进攻 狠狠 执政一方不受百姓爱的 而是让人已经在为主 站起来西南王 可以抵抢下来 赶紧有西南王 走 叶晨湘 你冷静一点 新闻发布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成功记者刚在 你已经弄得无法往回的 并不才万一了 姐 你在乎的根本不是我无法往 而是今天晚上弄五百姓的 没错 弄得万一对我们死在至关重要 不过你再弄 西南王知道 你的命也不保啊 还真是财婆迷人心 你为了一颗小树 放弃了一片大色 至于我的命 五金炎王不来烧 三金哪个敢动我 你太天真了 新的王的能量 你无法想象 行了行 别在这个蠢货身上浪费时间了 大家就是故意暴露 想毁掉这个发布 毁掉发布会 你一分钱都拿不 会有什么好处 你免死 换了 恨人之言 你又追剧上阵 在 我是不是连一个路上 没错 事实弄人 他们还知道 而你 你出现这五年 想了一个美人了 废 我自认为 储家这五年 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 哪怕离婚了 我要给你相应的补偿 你呢 什么时候能像真正的男人一样活着呢 放弃 储家竟敢如此无礼 是想要背面门 好大的威风 叶真相 你打算一直躲在一个女人身后 寻求庇佑吗 我 被她 没错 事到如今 你们还是一夜照顾不识的争论 真是愚蠢之计 愚蠢的人是你 得罪西南三省大家族 挑衅西南王 你是想让我整个储家为你陪葬吗 说到底 你还是为了这 宇春夏 你 我的狗东西 竟然如此荒误 竟然还敢摸灭她 我都要看看 你得罪了三大狗 当众挑衅西南王 谁还能护你 我再说一遍 西南王的位置我一个人可以的 只要我想 一条狗 都可以坐在他的 他竟然侮辱西南王是狗 疯了疯了 西南王长西南三省十余年 竟然有人敢当众挑战 偷老家的权威 先生 你看到了 这个家 木空一切不知死 建议 难逃一死 楚小姐 当断则断 这种废物 不值得你去通情 是啊 楚家再跟他有任何牵扯 西南王一旦得平 这条新闻发布会怕是要取消了 做事最急犹犹豫豫 若不果断解决 他会一直纠缠于你 可姐姐还可什么呀 这个废物搅黄了发布会 让我楚家在眼下颜面尽视 对于这样的人 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叶春香 楚家是我一手打造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把他拖入深渊 从今往后 你所做之事 与我楚家再无半点关口 你们 随意 现在连新人都放弃你 你认为就凭他 能忽恕住你 五年前 你父亲奢刀一马 改方家气 为的就是能让你有好的生活 现在看方家不配这一气 少来了 故弄玄虚 既是玄虚 方家收刀 解口断生死 神算定乾坤 凶凶极恶者 收刀 斩鸡根 放弄玄虚 放弄 接刀鸡去 装饰了 大家别害怕 天上说了 这都是骗人的把势 信 十分钟就没有 这小子 偷什么年代了 还用这种小把戏骗人呢 大家的眼睛都是血亮的 这种小手段 怎么能骗得了别人呢 没错 石像呢 赶快滚下来 跪在这人面前磕头 再会让兄弟们 给你留一个全尸 石像 你可下来磕头 给大家认个错 我会尽量抱歉你的性命的 不必 先生 这种垃圾 就让他自生自灭吧 留给你得意的时间 才剩期 叶先生 答应我再续方家 五年射刀载 方家定能再上了一个台阶 你那个儿子 可要严下老教 收刀人 严出发随 得罪了叶先生 你方家 必然会被收刀 方星九 十分钟内滚到 发布会现场 否则方家 收刀 出 快 快准备车辆 发布会现场 七分钟 不好意思 留给你的时间 不多了 我 方志明 你南省首富 敌长子的身份宣布 在西南三省全境 风沙 斗击生路 中期九族 十月追随 尊死 目无尊备 暴死大 断不可留 我南省执政军大统领周星楼宣布 断气生路 我川省执政军大统领王显汉宣布 断气生路 贵省执政军大统领张颖虎宣布 断气生路 三大执政军大统领 男神守复 同时奉励 你长的 难活了 我川省柳家 愿意追随 断气生路 王昌四哥 断气生路 王昌四哥 断气生路 叶神笑 你现在已经犯了重度 现在 又有我 和三大统领 一起断气生路 眼下的凶度 方上 这么对他 是不是太残忍了心 学长 这种人必须斩草出根 不然留下来 必是后患无穷 叶真香 你一人牵连九层 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吧 一群乌合之中 也配到我生路 风沙令一出 西南三省全局 没一个人敢用 哪怕你去要饭 都没人敢给你一个馒头 你只能被活活饿死 这就是你最后的结果 方兴九能有你这样的儿子 方家何仇不灭 方家何是灭 我不知道 但是今天 你必须死 三分 留给你的时间 只剩下三分 叶真香 事到如今 你还如此致命不悟 你要死成人免质到什么时候 等到西南王出现 结了你的真面目 你才干净吗 等西南王和我父亲 我到时候要看看 你怎么自圆去说 两分钟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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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会签订过 就马上转 现在 立刻 马上 起来 既然 大可不必 时间一到 必然 让他放出生命的代价 一分钟 你的生命 开始尽到你 邪陈香 你真是我要吗 我可救药的 是一个主意 三大同僚 双王五道 咱们就让他多活一 看看 他到底能搞什么鬼 行 姐 为什么要走啊 今天的发布会你可是主角 搞东西 时间到了 我看 还有什么话可说 来 全虚 三大同僚 你都说吧 西南王江景腾 南省守护方新九道 走 西南王江景腾 南省守护方新九道 走 父亲 西南王 和我父亲糟了 叶山啸 准备等死了 让我死 那我是不依赖 牙尖嘴利的家伙 我看你还能嚣张到什么时候 这次你那种 一身相 西南王 你怕你最后一次生活的机会 都已经浪费了 那是他们两个的机会 四到五岁 你还是无死 黄王 你可知道 西南王和九亿 都站在西南三世的体关 是你一辈子 仰望的存在 江家和方家都因舍道而行 而楚家 也因为他们的支持而分析 你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 在你眼里的废物 是怎样的存在 江景衡方新九 五下参见西南王 起来回话 你们刚才在干什么 我一个小子 崔贤楚小姐本色 一直纠缠不休 我们正在全力解决 你们还真雷厉忠诚 晚辈方世明 拜训西南王 不付西南 怎么会和西南王 你来说 是谁纠缠楚小姐 是楚小姐的前夫 一个招摇撞骗的神棍 什么 你说是谁 就是 就是 一个招摇撞骗的神棍 当然放心 我马上就把他赶进去 你 你 你知道你得救人是谁吗 你 江景衡方新九 叶先生 叶先生 你都不要干什么 搞东西 在这还敢吃乎西南王 跟我 进来 这一 又是吗 在这 你 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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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呀 是要出手走走的西南望 西南望不會一怒之下 學校發佈會 新南望不出家了 世日下 現在廢膽自身的 еще 現在武力發這些擔業了 西南望江景衡 南省首富幫新島 白建葉先生 白建葉先生 他说什么英语师说的废 方星九你真是生了一个好的儿子 叫长奖都跳到我的头上了 还扬言要在西南三十段 五十五一高威风啊 这都是收下教子不严 请问先生 凉法 不许他就是一个 主家的坠婿一个废物而已 他就是一个废物一个混质等死了五年 被前妻抛弃的废物而已 别这么用 你你想让你 让方家赶紧去陪葬我你看 方星九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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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你可还记得 我们方家 愿意交出全部资产 你愿意 请先生给我们方家留一条身路 若 在我兒子要封殺我的事 已經封死了 方家射刀課 違背射刀誓 今日收到 方家 出名 兵凡 收到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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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把他 不捨得為你 你此親手把我方家 回到萬劫不顧的地步 我能是我擦死你不可 哎呀不是我沒有這 哎呀 好一目粉絲只想了 再走 不是我都抓住 我不要 楊錦恒 以執政西南三省 受一萬人警罕 三位大統領對你更是言聽幾錯 不問原由就要斷我 亂葬 霸道之急啊 手下至今入言 弄斷了先生 還請先生責罰 懲罰的事情稍後再說 現在你看到了嗎 這就是你口中的廢物 這就是你放棄的 我說楚家的每個孝 都有五載和九方尊 我說鎮龍城五百億和九方尊 是江淨和二人的 我說西南王的位置我一人可定 只要我怨 你一條口 我說五金閻王不來收 三金哪個敢動 現在 相信 你為什麼不告訴我真相 重要 重要嗎 如果你告訴我 事情完全是另外一種結果 楚心然 如果今天不是江景恒前來求見 如果不是方家被收到 你可以相信我說的嗎 和你在楚家混吃等死五年 沒有表現出哪怕一點過人的天賦 現在反過來指責我姐 夜神小兵 到底有沒有一個男的擔當 閉嘴 你敢打我 若非善生 別殺 夠了 葉先生 你和楚小姐已經離婚了 你看 今天的這個新發布 今天的發布會 是 我宣布 我睡覺 這五年我在出現付出了我全部的心血 你的項目都是我靠實力爭起來的 陳龍說這個項目對我至乖重要 不能幾句話就把我的努力全都取消了呀 實力 蘇小姐 你未免太高看你自己 西南王 五年前 先生身受重傷被子 當時正統主家破產的人 他用射刀人的身份暗中幫助 可惜啊 五年的真心付出和無法 卻只換來了一張 西南三省執政的身份 宣布 取消 算了 你就可信 這份河頭 就要求 學成修 我 不用解釋 修革修行 就當是瞭卻我 這樣吧 你有什麼需求儘管提我們三個人都滿足你 三位道歉的誠意 我盡收眼裡 可我為什麼要答應 可我為什麼要答應 叶先生 這塊是什麼意思 自滅意思 江景河 把這三位大同學 拉去鎮美 叶先生 你這個玩笑是不是開的有點 這不是玩笑 叶先生 香車 美女 珠寶 古玩字畫 我都可以給你 甚至我張家的所有財產 我都可以給你 但是這鎮龍運是不是 有點過難 生路已給 你們自行 叶先生 鎮龍運 乃是鎮龍大天師所見 裡面佈置著鎮龍大天師的高深陣法 有什麼問題 問題可大了去了 有誰不知道 鎮龍運 進去之後就是九死一生啊 先生 您沒有斷我的後路 但卻處處在斷我的後路啊 您這麼做啊 就不怕惹中路嗎 張盈虎 執政局 隶屬於最高統帥部 就連您都沒有資格剝奪我的職位 他卻大言不慘 今天都要看一看 怎麼搞啊 張盈虎 是不是知道你在跟誰說 我管他是誰 要送我去鎮龍運 受那非人般的折磨 絕不可能 在場的各位 都站在三省雲端之上 聰慧精明的存在 難道你們還看不出 死人 為人心狠手蠟 不留情面 你們若在隔岸關火的話 下一秒 狗刀將看上你們頭上 張兄 你說的對 剛剛 可不止我們三個人惹了他 各大世家經營西南三省多年 一個毫無見術之人 竟然要斷我們的後路 張家 第一個不答應 呃 答應嗎 紅家不答應 我洛家不答應 洛家也不答應 劉建 不答應 西南王 為了三省安定 將其驅逐 西南王將其驅逐 讓你驅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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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 在闢工嗎 西南王 您為何要為一個身份不明之人 得罪我們三省世家 吳無聲色 沒錯 我不管你是誰 利用什麼樣的辦法 得到了西南王的氣重 那是你的本事 但是今天 我們三大世家一同發力的話 你小時候沒有勝算 你確定 我縱橫執政軍二十餘年 一步一步踏上一省大統領的高位 而你 一旦沒有了西南王作陣 演個屁 不是誰給你自己 清涵 在 公知下去 五分鐘之內 張家破產 張 撤決 是 哈哈哈哈 葉先生 恐怕是有點高看自己 沒有最高通帥部的命 就算是西南王 也無法撼動我的位置 是你太低估 葉先生 原本讓你去鄭隆域反省 給你張家有一線生機 可惜 你去親手葬送 張家 完了 我西南 各大統帥 三省各大家族 還比不過他一個葉先生啊 周家 王家願意張總領功生死 好啊 既然三大統領這麼起心 那就 都送去這 是 葉先生 震龍域 可是震龍大天師所創 怎麼 你還想替他老人家做主不成 我看 他就是虛張聲勢 靠著未知的手段 欺騙了西南王和方家 想讓我黨忌憚 夠了 你再挑釁葉先生 你們是要把 這個西南三省 拖入地獄嗎 是你 你作為西南王 聯合他人 令我西南各大家族 其次打壓摧殘 我作為執政軍統帥 我絕不允許 絕不允許 對 絕不允許 張明虎 我男的到底得罪了什麼人 大大統領啊 現在開始 你們被撤死了 難怪聽內偽的話 你老子 關注江龍域 是是是是 什麼 喂大統領 大統領 你究竟是誰 先生的身份 你們 你配置的 行 大統領怎麼說 大統領說 我沒撤職了 然後讓我們 去鎮龍域 是嗎 我林若初的男人 想要送人去鎮龍域 很難嗎 我 我地精林家未來的准女婿 這樣的身份 我 我林家 林家 第一家 家族子 兩部各行各業 軍政兩界 又有頂級大佬作人 經歷幾千年王朝更迭 而一例不逃 真正富可敵國的存在啊 不可能 他怎麼可能攀上地精林家 不可能 這絕對不可能 沒什麼不可能的 葉先生 就是林家的清選 龍域 你是 畢竟林家 雲若初 葉家的奢刀客 也是你的 未婚姬 他竟然背著你整 只是他的心情 我已經把他惹怨你 知道了 怪你吧 還會指定西南王 還會輕易的把我們拔直 讓我們去鎮林區 是我錯了 屬下張銀虎 願心甘情願 敬鎮龍域 但請您高抬貴手 給我們張家 有個活活主 願在你們鎮邊有過 又無什麼巨大活 法嫂鎮龍域一年 一年之後 三省同領 還有你們繼續擔任 但再有下次 就和方家一样 世間出現 謝謝先生 其他人 品行端正者可饒 違法案成 以眼下法律言處 夜下 屬下 一定辦妥 現在該談談我們的事情了吧 這裡人多嘈雜 不如我們找個幽靜的地方 徹夜促膝長殘辱 家人邀約受情安全 你不知道 在那裏面辱 安排 謝 因為你換個幽靜旺 外共 我可从未听说过 哪个蛇刀客 是我留有的记 这龙刀 这把刀怎么在你手上 二十年前 爷爷路过林家 老太君猎其兴起 蛇刀一笔 并承诺二十年后 林家若成为 眼下第一大家族 便将我许配给你 绝不返回 如今 二十年蛇刀气已到 这龙刀乃是蛇刀文的像 二十年前我只知道它消失了 却没曾想还有这种遗愿 你一看便知 婚约 我跟你的 不错 其中内情是一件少 一看就能及了 你也知道 我刚体患 我不在乎 准确地说 你我只是娃娃姐 而且从未见过面 更别提感情基础 感情是可以慢慢培养的 这是林家的至尊黑卡 只此一张 全球范围内 林家产业皆可使用 此卡一出 林家旗下的所有资源 全都有你要 所以 这只是我的一点诚意 后天晚上海上皇宫 请叶先生和我共进晚餐 这是我们 尊敬感情的第一步 这个提议不错 卡我就先收拾 那 后天晚上 林家旗下的海上皇宫 今后叶先生 我就说吧 你这个未婚夫 可是很不简单呢 希望真的能如老太君所言 他是林家的天选龙婿 姐 时间不早了 早点休息吧 不了 真能成这个项目 急进过着才拿下 我一定要将它原本完成 可是你的身体 无法 你好 你 你说什么 哎 姐 姐 这位地心来的林 可不像他表现的种人 如初无憾 希望爷爷这个老顽童 在公司上 能够找谁联盟 小子 我夜观天象 与姻缘献赏会有一节 特赦到一柄给林家 一起就是林家丫头 林若初 此女聪慧 品行极佳 而且你们两个八字相合 天生相配 这老神官 看来紫微星术 我决也会记得 有镇龙刀为正 天地为剑 若是违背 永世不举 我决 这老家伙也太狠了吧 敢这么卒作你孙子 那岂不是说 这桩婚事 退不了了 你看到新的一年后 岩下人脉 将会用外籍战子进入 镇龙殿群龙无首 你作为霸台师 你坚服起责任 林若初 可助于一臂之力 虽然依旧不靠 可还是一如尽管所 刀飞刀 铁飞铁 二十年后 迷自己 尘归尘 土归土 人之土转 土一吃人 不得天机 修行人 执迷不悟 是吃人 老伙计 咱们又见面了 队长 老天师真是厉害 二十年前 就送到了龙京之事 说刀以外 没点真本事 又怎能流传之计 通知镇龙殿庄 带我踏上地京之事 就是登文之日 是 好了 镇龙殿 不必诊计 我让你调查的事情怎么样了 已经调查清楚 说说 林家 虽是眼下第一世家 却又运飞铁板的地方 分支纵横 派系伶俐 尤其是在老家族病故 林小姐掌管整个林家后 更是到了不可调和的病 这么说 现在的林家 危机重重 不错 在林家人眼里 一个女人 没有资格掌管整个林家 一群目光短情之等 好友 林家二叔有一根正家联姻 将林小姐嫁给大公子郑少年 继而将林家彻底挂 愚蠢之急 林家若是支离破碎 各大顶级家族 还不把他们生生自权 林小姐也深至这一点 不而急需寻找办员来破局 所以找我还赤刀战 破局我 这 那 属下不知 不过林小姐只知道您是舍刀人 却不知道您 正龙大天室的身份 更不知道您 掌管着至高无上的正龙点 不知道呢 还真是 越来越疑心 那 先生要印下这份回约吗 舍刀为正天地为天 若感为背勿断不拒 哎 你觉得我还有选择的预定吗 明白了 刚才是 優秀 我去死 我的幸福 自己去死 我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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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樣 你怎麼樣 葉晨蕭 你還真是卑鄙虛擬 我卑鄙虛擬 難道不是 發佈會上假模假樣的把震撼成像模式 在眾多記者和各大家族面前刷頭的面子的好感 這些虛擬 對我無用 收起你虛擬 要不是你在暗中之時 西南三省各大家族 為何會在同一時間宣布和楚家終止 甚至連銀行都要提前收回代表 楚家太高了 先生要逗你 何須這種手段 林家已經在做了 林若初 林家勢大 鎮肥一揮 這西南三省誰敢不從 葉晨蕭 我有那麼一瞬間 因為你是刻自己的努力 讓西南無盡 讓三省瞬下手 哪怕最後大臉會有狠鎮滅 是 或許的男人不是一世 是你不是主 可是人主 我錯了 他錯了 你到底想說什麼 林家 我才是你最後的一種 不是 是也不是對於楚總難說真的這麼重要 在楚家 你靠著我狗活了五年 後來又靠著她的寶寶 鎮壓著證據 現在又靠著林小姐 在法國會上 大出風格 徐晨晨 你什麼時候能像真誠的男人一樣 靠自己的能力章起來嗎 一夜仗 不見泰山 兩鬥三耳不穩雷 只能靠可笑的推測來安慰自己 你什麼意思 沒什麼意思 我家先生的身份 免費你們忽量那般 發布會上的他 所展露的也只是冰山一角 夠了 一個只會靠女人狗活的男人 不必學 到這個時候了 你還是不願意信我 我只相信我自己親眼看見 好 既然理解 你說 你 你的病已經無礙 至於楚家的境遇 我會查進來 不用 楚家不會因為你 去見其他女兒子 你爺發是大壽 明天晚上 會在海上皇宮舉行壽宴 我會去的 爺身體不好 我們離婚的時候 我還沒有告訴你 我不要記住你 你打算一直瞞下去 只終究是包不住 等爺爺身體好一些 我會找其他告訴你 但 不是你 先生 您真的要出席 楚老爺子的壽宴 五年了 五年了 不管楚家人怎麼 楚爺爺爺對我一直是不記住 這次去 就當是做不了 通知鎮龍殿 立刻去吉利深處 去去北冥雪 明日指示送我一程 先生 那個是千年的北冥雪山 能活死人肉白骨 增受十年而不老 世間僅此易出 多少人出的千百億都求而不得 您這樣 三千 一個靠女人上位的狗東西 還真把自己盜人嗎 那是他的選擇 雲雲文貴 姐 學川姐夫已經召告三省施加了 這次也要參加爺爺的收宴呢 他可是真屋店的人 就算是西南王 見了他也得里讓三分呢 楚家 不不當局 等我們楚家闪耀整個西南三省 這個葉晨霄也該入坠林家了 這說不好呀 他到時候過得連狗都不如 還得回來求救姐姐你嘛 看你又做 只會讓我共加感情 葉晨霄 我一定會讓你明白一個道理 靠人不如靠近 只有自己強大了 才會受到眾人真正的敬禮 先生 不送北面學生的三千 你就叫大義 請下課課請你不要見 是吧 謝謝 你也要去 嗯喂 幫我拿塊蛋糕過來我 怎麼這裡 除了你以外 還有其他服務生嗎 我也是來參加一位 哎 兄弟你也是來參加壽宴的 柳樹 南省柳家敵上子 葉沈肖 不知道葉兄是哪家的弟子 又在哪高舊呀 哦我就是普通人一個 至於工作 現在 暫時很明 兄弟別開玩笑了 卓老爺自家的壽宴 西南三少非富其貴都不上見 葉沈肖 他不是楚家那個被掃地出門的正序嗎 哈哈 葉沈肖 他不是楚家那個被掃地出門的正序嗎 我還以為是奶著低道的富二代呢 沒想到是個掃牌羊呀 多會氣 嗯 笑什麼笑 賠償老子經濟損失 不然 你想讓我怎麼回家 人錯太懂錯 賬 給我把皮鞋舔的錢 你確定嗎 當然 你要是今天天啊 本少爺賞你個保安的職 讓你下班這次 賠償保安嘛 還不錯 但是你確定我與他敢嗎 放 家父你覺得你能提的 今天你 嗯 斷你四肢讓你下半輩子像狗一樣活著 像你這種別人一趕廢物 到底有什麼資格能這種場合 哦 你又是 你又是站在哪個層次是高 斷雨 家父穿繩手不斷心承 怎麼樣 是不是怕了呀 怕了就趕緊給老子跪下天蠍 然後再讓我把你四肢倒 否則 否則孽像柳伯源一樣 再斷我一次生 否則孽像柳伯源一樣 再斷我一次生 當然 收拾你一個被楚家撒出你的廢物 沒有了楚家庇護 你就是一條送家之群 想斷你的生路 又何須柳伯夫的 你們可知 就此之間 也是在這個地 柳伯源和斷新成效果 我這才給了柳斷兩家一條生路 柳家和斷家都是一省首富 地位無上手眼通天 像你這種被掃地出門的敘婿 又何德何能 讓他們給你下跪呢 在柳家老爺的手眼上少爺群神 那如果是你這個被柳家撒出門的廢物 我相信柳小姐 應該很容易看到 小廢物 當小廢物不可推行 經過後 留鑽了 成 哈哈哈哈 小廢物不可推行 你是不是還搞不清楚狀況 現在你就是一條喪家犬 而我柳家 外産剛剛跟楚家達成了戰略 加入了鎮林 現在我們 得到了西南王跟楚家兩大家族的支持 這麼好 楚家的資金率 不少 感謝兩位家主對楚家的大力支持 能參與正能同項目 是我們的榮幸 以後還望楚家多多招呼 二小姐 那位葉先生 是喝的吃的 一個靠女人狗猴的小白臉罷了 不止一提 那邊發生什麼事了 兩位家主陪我去看看 你小子嘀咕什麼呢 死到臨頭還敢嘴意 依我看 不給他些教訓 他怕是學不會什麼事對強者的尊重 段星成的女兒是吧 我要是你的話 就會管好自己的 你敢口東西 你敢打我 臭小子你打我女人你想死了 作為一個女人 口無遮礙 不失教育 呆 現在你現在就跪下來 這有錢道歉 這樣我拿著你四肢 找你讓錢 創四肢 好 很好 來人 給我兩斷他四肢 扔出去餵狗 你要幹嘛 你要斷我四肢 我費你一條胳膊過分吧 我爸是會生所福 你敢動我我讓你活不活今晚 哦 那我倒要看看你們女家 到底能不能讓我活過今 夜水瀟 大著膽子 敢在我爺爺的寿宴上鬧聲 到底把他老人家放不放在眼裡 還不趕緊放人 夜水瀟 溃犯了我的兒子 我爸在那時候說的 你再動我再試試 好好啊 最強王者就是個廢物 我可是言而有情的人 昨天大鬧發布會 今天大鬧爺爺授宴 夜晨曉 你是要和我儲家不死不休嗎 在你指責之前 是不是要搞清楚事情的來農取來 不管什麼原因都不是你打傷柳少爺的 今日 被我兒一頭隔膜 你的命我劉駕收了 劉駕 要我的命 不錯 看來江景衡的親往行動 還是有不少的漏謀之餘啊 最該清楚的就是你 自從你離開楚江 敵仗西南王的撐妖 對三省各大家族 激進打壓 多少迷民旺族 慘遭毒手 今夜 就是你的死期 你 就是一個狗障人士 是些凶殘的貨兒 你的命 我們要你 我才的命 讓他命 葉晨曉 看到了 你的行為已經引起三省各大世家的公分了 卡夏現在都想死 事到如今你們還是沒有看清楚 我的命 你們要不了 還不是仗著西南王 可我要告訴 你的倚仗 做什麼呢 還是要 我知道 還有地金銀家 你那個未過門的未婚妻 可就算是他 今天也無法保你 我的生死 何須他人來保 不要再裝了 你的兩大倚仗今晚都將消失 面對三省各大家族的公分 我實在想不出 你還有什麼收了自保 楚心涵 你還真是愚蠢至極啊 敢罵我 經歷過昨天 我本以為你的收拾 沒成想你反而更加的變 家裡瞞送你 如果我是一介三人 是你眼中的廢物 你覺得將幾何會對付公警的家 你認為 炎下第一這麼多人 會不允萬里的跑過來求我 那是他們識人不明 被你坑蒙拐騙的 你認為全天下所有的人 都跟你一樣 被吹吹氣 二小姐 獸宴馬上開始 別再讓這小子胡鬧 免得打擾我 除老爺爺的興致 今天是爺爺的獸宴 主家不想見醒 這樣 你跪下來 現在給柳少柯頭認錯 自斷一閉 然後爬著從這裡滾出去 我去放了一條心理包 我是爺爺教人 你還沒有權利定我的距離 真是找死 來人 給我打斷他的四肢 扔出大廳 夜家的黑卡 我已經送給我物公司了 然後見到拿這張卡消費的人 定要頂和招待 不得出任何一批 大高姐放心 我會公職戰 健康如一親 並會讓姑爺 享受到最定格的待遇 好去吧 蛇刀人 葉先生 你可一定要感受到我的誠意 柳柱 楚家老爺子 今天在海上皇宮 舉辦休聖宴宴 他們做生意 只要他們給足錢 隨意 可你的未婚夫也在其中 好像 還遇到了一點小麻煩 還真是個專情的奶 不過我都要看看 是誰敢動王柱出的 反應這麼大 看來你對你這個未婚夫 是越來越發財了 我只是想讓他看到我的誠意 葉澄香 遠不止表面看上去那麼簡單 嗯 這是臨時的至尊黑卡 全球僅此一陣 你們確定要對我多少 狗屁的卡 我在臨時工作十幾年 從來沒見過什麼至尊黑 會不會是因為你級別不夠高 接觸不到他的存在 行了 不要再裝 林大小姐只不過是跟你玩了而已 什麼未婚夫 他呀 還不在 這隨便給你一張什麼地方的美容卡 你還真當真 人要貴有自知之明 你 如果是隻錦下狗活的爛蛤嗎 怎麼可能 吃得上像林小姐這樣的天鵝肉呢 作為第一世家的掌舵人 林小姐想想什麼樣的男人會沒有 會看上你一個 主家欺出去的廢物 葉澄香 你好好撒窩樣照著 廢物 你們還愣著幹什麼 這張黑卡是假的 他大鬧宴會現場 你們還不趕緊給我把他的四肢打斷 可可不是你擦著 讓我住手 海上皇宮負責人 見過葉先生 見 這張卡難道是真的 經理 你要看不仔細了 你被騙了 出嘴 經理 他是被褲家趕出來廢物啊 王富貴 得罪了林氏最尊貴的客人 現在立刻收拾東西 混入海上黃沫 你們幾個也沒開錯了 現在去財務領工資 馬上無淡 葉先生 這裡人多嘈嘆 還請您一步 至尊休息室 當初老爺自授業開始 您再過來也會吃 你認不大小姐交代 這卡 只有一折 就在姑爺您的手 見卡 能還欺負你 還真是有心啊 那我先退下 葉先生 您有什麼需要 儘管分付 我會建議去辦 現在 你們相信這張卡 是真的 有什麼好得意的 他還不是靠你們的壁 誰的壁戶也不行 照我兒子小心三省民文失足 今夜你必給子 必給子 你們在幹什麼 這個廢物不僅大鬧爺爺壽業 還打傷了流浪 葉陳香 今天是爺爺的壽業 你非要像昨天一樣大鬧一場 才痛苦 大鬧 那不是嗎 我本來以為你妹妹夠愚蠢 沒想到你們整個場 都愚蠢之急 够了 谢陈香 楚剑是什么样的人 你没有资格评价 你如果念在爷爷对你的好 诚心贺首就不要闹事 否则 请你现在就理会 到了现在你还是不信心 柳少再次 你要我怎么信你 人的成见是一座大厦 既然你们不欢迎 那我走便是 麻烦你给楚爷爷说一声 我的贺力稍后 陈香 你干什么去 来来来快到爷爷这来 爷爷 杨家慧 你这个女婿好大的架子呀 老爷子的寿承也敢来迟到 这是不把你 不把楚家放在眼里 嫂子 那小子什么样 你还不清楚吗 老爷子受业 就不要提他 祝爷爷 来服辱东海受病人生 好好好 待会儿啊 你陪爷爷 好好喝两杯 好 爷爷 他一个外人 你对他这么好干什么 他是你姐夫 出家的女婿 何来问人一说 胡老爷子 这是一颗东海夜明珠 晚上至一房间 照明可定是 好好好 又将我破费了 不破费 我们柳家 还想给楚小姐 在镇龙城项目上 嗯 吃一口肉呢 镇龙城项 是啊爷爷 你还没有看新闻吗 昨天呀 西南王和我姐 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宣布将镇龙城项目 让楚家开发呢 价值 五百个 既然 这是真正的 好呀好呀 这次我们楚家 终于可以站在 西南山省之巅了 是啊 有了这五百个亿的合同 我们楚家的崛起 将无人认了 爷爷 如此一来呀 新闻这块成为 沿下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 要说万人几样 商战一路顺其万变 楚家军利到底快走 你这孩子 欠虚呀 这可是收起临门的大事情 只可惜呀 佳妮 还养着一个废物了 我说欣然了 你年了 这个废物一点长进都没有 你如今一跃成为 沿下炙手可热的你强人 他不但不能在事业上 给你提供帮助 传出去的话 导致影响你的名声 他 他还是有优点的 优点 什么优点 他一直趴在楚家吸血的马黄吗 欣然 当断则断 你赶紧跟他离婚 我再给你物色哥更好 就是 这选男人呢 就跟投资一样 我发现投错了 就要果断的割舍 就像我们家新运一样 当初 认定了薛川是一个潜力股 果不其然 替镇龙殿 数别三年 回来之后 就成了镇龙殿的小队长了 幸好提前得知了消息 做出了及时补救 要是再跟楚家为敌 薛川一旦回来 就是柳家灭门之日啊 他妈说的事 知道我说的事就好 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病 不要说 当他镇龙殿的小队长了 哪怕是个镇龙殿做饭的 老娘我都高看他一眼 叶晨夏叶晨夏 你不要怪唐姐我说话来 这什么样的骨锤配什么样的骨 你这样的废物赖在新娘身边 只会影响得更低 你又是真心爱他的话 就趁早放手 让他有更好的东西 够了 吵吵嚷嚷的 这算是笨 陈霄这孩子 我很满意 要婚 只要我一天没死 谁都必想离 你 这都什么年代了 你还相信这种封建女性 你懂什么 陈霄这孩子 他是真炉之相 处家的将来 还要依靠他来帮衬 废物 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么有本事 怎么可能这么多年的一点长进都没有 真炉也有被困的时候 再说了五年前 我们处家 丁临倒立 自从处乡 多岁以后 处家就蒸蒸日上了 以我老头子看 这都是他带来的真龙气韵 什么真龙气韵啊 那倒是靠欣然夜以气 就一点点打兵出来的 嘿 爷爷 你太偏袒这个废物了 你让欣然受尽了委屈 五百亿 能看一场处家群磨络 知道 好大的口 区区五百 这个钱娘要是没有处家养的你 你恐怕你五百块都拿不出来了 钱对我来说 你这废物还挺能装的 会是 毕竟花别人的钱了 你什么 我 花他的钱 那楚新人有没有告诉 楚家的每一个项目 都有我在暗中帮助才能拿到 你还真是大言不惨 你该不会想说 这正能变五百亿的项目 不是拜你所赐的 不错 够了 这种自以为是的废物 你还不离婚 没有错你啊 我 住嘴 我从事一次啊 在我没死以前 这个婚 谁也别想离 今天是爷爷的生日 所有人都准备的 平时爷爷最疼你 你也应该有待遇过 还是说 你两手空 什么都没准备 爷爷的礼物自然 只不过是还在那里 也很幸好也很幸 我发现这些年 你别人生未成 这婚友人的功能 倒是登风造劫 爷爷的生日 向来不是故随 你不提前准备 还当天去准备 这种忽悠人的鬼话呀 你就只有这种废物 能够张开去 叶春枭 我看你是没有准备吧 还说什么在路上 是不是一会又要说 出了意外 你不进 不如家欣然 怎么看上你这么个玩意 跑开就跑出去 想要继续丢人血眼吗 妈 我跟他准备一份就够了 好了 他俩又没离婚 我看做一份的屋就行了 贵孙女血 你别生他们一起 什么礼物不礼物的 只要你能来 爷爷我就非常高兴 爷爷 这送礼物 一个人送跟两个人送 当然不一样了 爷爷 这是唐颖的绝技 是要山河图 是我在世界第一开脉上的 我说 花费 五公 杭大师啊 这个是您祖上的莫宝 你给品鉴一下 我 这 这 这这就是我祖上的真迹啊 哈哈哈哈 你想到消失了百余年 你又回到了我眼下 初小姐 感谢你 让老夫在有生之年 又见到了 我仙子的绝技啊 我现在 我现在啊 现在 现在啊 现在啊哈哈哈 哈哈哈哈 斯尼知道爷爷喜欢唐颖的名画 特意献上 你这丫头 有心了 真的是有心了 爷爷 薛川随后就到 他准备的礼物更是价值连成 何必我都火销伤合图呀 贵众不知道多少病 是吧 楚大小姐出手真是扩着啊 薛大人 更是一片赤诚之心啊 薛川大人 处编三年 为七八为最农界的小队长 身具高位 却无法出心 真是我等学习的楷目啊 爷爷 你说这一个人的礼物和两个人的礼物 怎么没有区别 真是怪我 这段时间一直在忙 真能成仇的事 我给他解 我的好妹妹 你都别替这个废物招呼 他呀 就是个扶不上墙的难民 老爷子啊 你可能不知道 他就是个神棍 用偷门拐骗的手段 得到了新疆皇的敬重 对三省世家 极度打压 我和他一眼小小摩擦 就被断了一只胳膊 我博远 诋毁叶先生 你柳家想被除凭吗 西西西南王 我拜见 你来吧 你们两个好大的胆子呀 昨天是叶先生仁慈 放到你们一条生命 你们却不知道悔改 还敢继续挺心 来人 通知下去 语段两家 不尊先生 屡次挑衅 今夜 三省除名 慢着 西南王 今夜是我爷爷八十大寿 今夜 今夜大开杀机 怕是不懂吗 你是谁 楚心运 我老公 考虑镇龙殿的小队子 你真的要为了这个废物 能对整个镇龙定罪 叶神骁 你快让行囊回去吧 镇龙殿 那是无剩的存在 再这么僵尸下去 等秀川姐夫来了 就再无生存的机会了 区区镇龙殿小队子 我走给你 你能不能不要一起优势 面对镇龙殿 银家和江湛 那也没有胜算啊 我说过 我的胜算 无法想象 你敢愣着干什么 我们赶快按照叶先生的吩咐吧 今夜 虎家树兵 江景恒 我不知道你被这个废物灌了什么迷魂堂 让你这么死心塌地的给他做事 可是 今天薛山大人在 想跟我们柳家 才不够资格 不要说是镇龙殿的一个小队子 就算是整个镇龙殿 叶神殿前 就算得了什么 看来 新南王被这个神棍洗脑极深 如果 我还是封劝你一句 实际上的 尽早离开 否则 江湛大人一到 他的命难保不说 既然你是银家 也要受到亲脸 你能保持你 今夜 有家 再无生路 大家都是西南三省的名门世家 看在老朽的面子上 能不能不要再争了 叶神祥 今夜是爷爷寿宴 你居然两手碰碰而来 简直是不知烈翅 还不赶紧滚出去 谁说我家先生没有准备合理 他 这次是 韩总统 我看了 你也太看得起他了 像他这样的废物呀 能买得起一千的 都已经是高看他了 怎么这么冷啊 我看了 我看了 不是錯覺的 不是錯覺 這是北冥雪山散發出來的 北冥雪山 北冥雪山 傳聞中這北冥雪山是生長在北極之地啊 坦見之志 價值不可能用金錢衡量 前一段時間 百年北冥雪山被神秘買家買走 足足花了二十億啊 爺爺 這招是千年的北冥雪山 能將您身上的暗基全部消除 並且增加十年營收 也是我在吉利之間偶然發現的 刻意采賺行動 好啊 真好啊 這怎麼可能呢 他就是主要養一個廢物 怎麼得到這麼貴重的東西 什麼得到啊 我看啊 他不知道用什麼下三男的手段 從那些給私家中騙你出來的呢 那他就說得通了 畢竟看門拐騙 這次你行進 記住北寧雪深是假的 老婆你可不斷來了 臨時有點事耽搁了 還望你也見諒 那裡話 壽業還沒正式開始 來得不晚 南省守護拜見雪深大人 拜見雪深大人 諸位能來參加我爺爺的壽業 有心了 好女婿 你剛才說 這一株北冥雪深是假的呀 不錯 原來是假的 承銷給我的禮物 怎麼可能是假的 爺爺 不要被他給騙了 北冥雪深 世上幾起海邊 而且 都生長在極寒之地 這個儲家的廢物墜蓄 估計 連去北極的路 都不知道吧 所以說哪人 就憑這個 就斷定北冥雪深是假的呢 會不會 太武斷了 我自由主張 你說 你是在北極之地 偶然發現北極雪深的 不錯 你什麼時候去的北極之地呢 五年前 撒謊 五年前 我帶戰龍店鎮守北極 凡是過往行人 都要進行登記 根本就沒有你這好人物 我進出北極 何行 好 很好 看來你的嘴不是一般的硬 你這株雪深 是今天送到雲城的 放肆 再敢對先生無理 娶你人頭 這個女人似曾相識 好像在那兒有個一面之緣 罷了 既然她有意願 要打消她 葉晨霄 你的謊言還是被我揭穿了 今天 根本沒有從北極飛往雲城的航班 這就是你給爺爺送的禮物 這顆北極雪深 不是假的 事到如今還在這狡辯 葉晨霄 你到底要幹什麼 今天是爺爺的八十大獸 你居然送一出假雪深過來 這心腸怎麼這麼帶多 爺爺平日裡帶你不保了 你用不去 那姐夫正確確鑿 你要我怎麼信你 好了 他也可能是被人騙了 爸 什麼被騙了呀 分明他就是想以假亂真 討您的歡心 正好呢 為我的好女婿給識破了 摻穿了他的謊言 夠了 我相信 陳霄 不會 拿假東西來騙我吧 爺爺 證據都擺在面前了 你怎麼還包庇這個廢物啊 就是 幸虧大姐夫發現的早 誰知道這雪深是用什麼做的 萬一吃壞爺爺身子怎麼辦 是個好東西 我們出家沒有你這樣的女婿 拿著你的不09歳身 趕緊自己出去 等等等等 讓你死個明白 讓你見識一下 什麼才是真正的北名學生 這個是極品的低思楠木啊 單這個盒子就價值幾千萬了 听到了吗 这才是装齐珍一宝的标准 竟然又是一颗百名雪森 这不会 就是上次二十亿天价拍卖下的那一幅吧 正是 丁颖剔透 白如双血 漂亮 简直太漂亮 这个 才是真正的百年美名雪森 通级别版 象征圣经 你这个废物 连这个都不清楚 就该冒出 简直可笑 哈哈哈哈 其实 我做做做的 让我觉得可惜 再说 这颗北名雪森 不是假的 够了 是的 而且你还在狡辩 你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 做了就是做了 大方圈就好了 就算我说一千遍一万遍 这颗千年北名雪森不是假的 你也不会现实 叶神骁 拿着你的假水森赶紧滚 不好意思啊 我不是故意 先生 没事 跟这种愚蠢的人 没有自己 你还真是大 那 就是我现在的 会直接讲一下 简非应该不会介意吧 地金林家大小姐 林若初 地金蒋家大小姐 蒋梦盈 地金药王谷药王 孙医德 前来贺寿 林家 蒋家 孙神医 林家 掌控全球金融的蒋家 控制延下 生物制造和电子 孙神医 更是中医界的传奇啊 这三家 竟然同时出现 真是给做了储家的面子 那是给他们面子 他们此次前来 还不是存了发起我大姐夫的心思 二小姐所言及时 这 这竟然是北明学生 正是 这是我大姐夫花了二十亿拍下来 送给爷爷的 可惜啊可惜 这只是百年份的 功效终究有限 若是千亿学生 那它是无价之宝 千年的学生也有啊 只不过呀 刚刚不小心过我失败了 孙神你退我干什么 孙神你退我干什么 不用看了 那是假的北明学生 只不定用什么树的树根冒充 胡说 这可是真正的千年北明学生 而且是最纯重 最极品的等级 孙神爷 你是不是看错了 这怎么可能是真的 他就是储家的一个废物 他怎么可能有千年的北明学生呢 你至于我老头子的观念吗 这只学生少说 让人增臭 二十年有余 纵然将此之人一旦服用 也能将人 仰王爷手里抢回来 价值百亿 不千亿 就算是千亿 也无法买到 可真正的北明学生是纯白色的 它 它明明是土黄的呀 正是因为一阶心经历过风吹日晒 才使他颜色浮迹 再可怪 这颗人生便会开启 也就是成绩 这位小友我说的不错 就这样 被你们糟蹋了 简直就是冒险枪误 不可能 这不是真的 这肯定不是真的 这既然是真的 你为何不收领 朱欣然 到这个时候 你不进行自我反省 还把责任往我身上推 质疑的是你们 不信的是 毁掉这颗北明学生的还是你们 到后来 你把责任推到我族上 叶琛销 你到底是不是个男人 让你担责又能怎样 你又是个什么东西 受活头而不失 小15年的震龙大天师 更是诏告殿政 实际成续 他将再次回归 到时候 震龙殿 将是世上最强的存在 可惜震龙殿 除了你这样的重处 大蓝 你敢辱我 五年前 震龙殿震龙卖于外地 伤八百亡一天 你的手上可散敌人之虚 你 你怎么知道 震龙殿数 我定不迈延下 马可果是真心事 血果终魂 和河山 你是震龙大天师 老高 你说这个废物 是震龙大天师 这不可能 开什么玩笑 他怎么可能是震龙大天师 说想多了 你知不知道 冒属震龙殿的人该当何罪 知道 既然知道 那就等着被送入震龙玉 哈哈哈哈 昨天 把三大统领送到震龙玉 没想到 自己也有这一天 而且 这一天来得很快 天地循环 报应不爽 终于 这一天还是来了 震龙殿 你快去大姐夫道过去 他都放你了 不用 我请 滥用职权 嚣张罚 你在这两天 你要受到何等惩罚 我的惩罚 还能够到你这个废物草 叶神霄 怕是疯了吧 宇川大人 在震龙殿 也是忠心的主战 如果大天师 谁能动他 学川大人 给震龙殿 至乎 你以为震龙殿的高层 都跟一个废物一样 不可以喘吗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 我是谁 你 你是 卑职 参见大头领 你让母亲来 过有亲生故意的人 你倒 你真的是 震龙大天师 大死 大天师的身份 喜柔你随便置疑 果然 果然跟我所料不成 我的未婚夫 还真是个 你应该是答应死 震龙大天师 先生 薛川要如何发怒 交恨罚后 滥有知情 念在檐下震龙一战 他有过 送去震龙 跟那三个大头女做办了 是 不行啊 我的女婿 你快传救他呀 对呀 怎么办 你吧 欣然 我妹夫就听你的话了 你忘记不交就行啊 哎呀 那这龙宇 那是人带的地方呀 小燃 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爷爷 我还有事情 先走一遍 北明血深被毁 我会让人 再给你尝一封其他礼物 这 这怎么办 欣然你和陈香 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学院 我和叶子 已经离婚了 什么 你 你和两个离婚了 你这孩子呀 糊涂 真糊涂呀 可这五年 他在我们处见一无是处 我只是不希望 他成为我成功路上的绊脚石 胡闹 简直就是胡闹 你当年 救他回来 你可知 我为何要 你和他成亲吗 我曾跟高人学过 无相之术 我从他的面相已经看出 他只是 龙困浅滩 一带一步 便会龙龄九州 有了他在 我们楚家 就可以一事无忧 事实证明 我的补相是没错的 陈销入罪 楚家以后 楚师的发展 就一发不可收拾 这次 镇龙城项目的签约 楚家 终于有了 站在西南之巅的机会呀 谢谢 罢了罢了 使命 你和陈销 离婚 楚家的神龙契约就散了 马上通知下去 对龙城项目停止 项目收缩 资金回龙 接下来 楚家 就要靠自己了 田野 你照做 属心人不能聪明 镇龙城项目 是我的心血 请你相信我 即使没有别人的帮助 会一定把它做好 是啊 老爷子 不必担心 有三省首富 我愿意支持 这种项目 就不费烂尾啊 世间本无事 庸然自扰之 不管什么局面 只要我们联合起来 你们是不是忘了 西南王 曾经说过什么 断流两家 经验除名 什么呢 老爷子 楚小姐 我有一个钥匙要处理 先走一步了 老爷子 我也先走一步 你们 今夜过后 一来三省首富 将再次一主 爷爷 我马上通知收缩业务 回老资本 杨主任 什么事 写写 他那些购物商 也发来了催款 要是再找不到 这些办法的话 我们公司将都彻底破产 难道这五年 只能是因为 叶承销 他的真龙契约 逼我 我出家 跟我的实力和努力 一点关系都没有 真龙契约 你去 我出家 难逃 败王啊 叶先生来的时间 这些刚刚好啊 准时一向是我最大的员面 没想到我的未婚夫 不仅是蛇刀人 还是镇龙店的大天使 蛇刀人也好 大天使命吧 不过是一个事 您小姐不用找村子 我要你陪我去一趟地经 带老公 当众宣布 没关系 爷爷的女子 自然到外面 这一趟可一点都不轻松 不仅要面对林家人内部的抵制 还要直面正大功夫的挑战 你说我要是以普通人的身份出行 会不会很好吗 好 要是你能以普通人的身份打通关 那你便是眼下第一龙序了 第一龙序吗 貌似 我很期待 谢谢大家